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活水江河 经文是我们记得以前上次的经文 是从七章的二十五节 约翰福音七章的二十五节 一直到最后五十二节 经文有些长 因为这个上下文其实都在讲同件事 所以我就只能一次把它们讲完 我会尽可能的缩短一些时间 让大家能够有所真正的收获 好 让我们先来读 大家可以不用打开你们的麦克风 仍然保持在mute状态 只是跟我一起来读就好 我们先读其中的一段 就是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第三十九节 这三节经文 第三十七节 节七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府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来 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好 我们先来看 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一段呢 都是围绕着祝鹏节 因为我们这两次都在讲祝鹏节 祝鹏节我们应该已经知道 从旧约我们已经明白 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当中 最受欢迎的一个节期 是犹太农历的第七个月 也叫做提斯历月的第15日到第21日 也就是大约我们现在阳历的9到10月之间 这个节期呢一共有七天 这个节期本身一共有七天 但是呢在节期的第八天 也就是第22日呢 要举行一个特出的盛会 也叫做严肃会 这一天是一个什么劳碌的工 都不可以做的一个安息日 是一个特出的安息日 在这个整个的八天当中 从第一天到第八天当中 全以色列百姓们要出来 住在他们用树枝搭成的棚子里 是用来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他们居住帐篷的那些日子 祝鹏节是在每年收藏了地的所有出产之后 因为五旬节呢 是开始收割麦子 或者古物的出售产品 一直到收成结束之后呢 这些古物麦子呢 是要到每年的第七个月 也就是这个提斯利月进行收藏 同时在这个月呢也是要收取葡萄啊 那个无花果呀等等这些果子 橄榄啊这些果实的时候 也是要将它们收藏的时候 所以呢 祝鹏节又叫做收藏节 五旬节是叫做收割节 所以收藏节是一个在三个节气当中 是一个最欢乐喜庆的一个节气 他们在这节气中 他们是感恩神一年来的信实 神一直以来的恩待 神一直以来的丰盛的供应 和恩典的赐下 在这祝鹏节当中呢 最引人祝梦的 和令人欢心的 是有两个仪式 一个就是每天早晨的取水的仪式 这个仪式呢又叫做浇水礼 另外一个就是第八章中将要谈提及到的 就是每天晚上点灯的仪式 节期的七天当中 是每一天的早晨呢 由大祭司带领着百姓的一个游行的队伍 用一个金的水罐 从西罗亚池取一满罐水 要带回到圣殿 当这个游行的队伍走到圣殿内院南门的 南边的那个水门时呢 是要用公羊角做的一个号角 连吹三次 这个号角声是表达喜庆的那个号角声 连吹三次 当抵达圣殿之后 祭司们呢是手摇树枝 跟随的这个手捧金水罐的这个祭司 一起绕祭坛游行 并且呢在这同时是由圣殿的诗班来吟唱赞美诗 也就是旧约诗篇当中的诗篇 第113篇到118篇 在这个绕祭坛游行的同时呢 在周围的朝圣者们是非常欢庆 他们用右手呢摇动 专门用来做欢庆用的树枝 他们左手每个人左手呢 都要高举起一个像橘子啊 或者甘类的一个甘橘类的一个水果 这个水果象征着一年的丰收和收藏 所以到了现成绩的时候 所有人还要一同高喊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三次 然后在这之后 就由当就是在当天 在祭坛当值的那个祭司 将金水罐中的水呢 倒在一个银制的盘子里 这个水和每日当祭奠的酒 一起来献给神 就在耶和华面前倒出 浇在祭坛上 所以呢这个礼又叫做浇水礼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很喜悦的很感恩的一个礼 特别是在节期的第七天那一天 这个仪式将改成是绕祭坛连续绕七次 是一个更加隆重的一个礼节 到了第八天 这个礼节就停止了就不再有 浇水礼 是为了纪念神在旷野中 从磐石当中来供应活水 来养育他们的生命 我们大家都知道 摩西击打磐石 然后让磐石流出水来 在那四十年之后呢 他们再一次到没有水的时候呢 耶和华命令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去拿仗来吩咐磐石 但是摩西呢 却因着百姓的抱怨而发了怒 所以又击打磐石两次 因此呢 摩西也因此藐视耶和华 而被耶和华限制他进入迦南地了 所以他死在了迦南地之外 所以浇水礼呢 是来纪念在 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 在这干旱无水之地 是一直用活水来供应他们 同时呢 他们也感谢呢 去年的一年 神赐下充沛的雨水 来带来丰厚的收获 同时浇水礼也还是在期盼 神就是在旧约当中所预言的 神要在末世 那个时候要将他的圣灵 完全浇灌下来 浇灌他的百姓 犹太人期待 当米赛亚来临的时候呢 能够像摩西那样 在旷野共用活水和玛纳那样的情况 来养育他们 他们相信在米赛亚来临的时候 在以西节书47章那里所说的 那个伟大的意象就要应验 那个意象是说 神要从圣殿那里流出 一道活水的江河来 来滋润整个大地 让未要明白这段经文 我们先来看一些 快快地看一些旧约 关于有关浇水里的一些的相关经文 我来念 大家跟我一起念也行 我会念得比较快 约尔书三章十八节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 小山要流奶子 犹大西河都有水流 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 滋润石亭谷 这一段其实我们在 我在讲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讲 耶稣在加拿的婚宴当中 将水变成酒 其实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应验 就是要在 米赛亚来临的时候 他要提供大量的酒水 意味着就是他要带来一个丰盛的生命 以赛亚书三章五节那里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 龙子的耳必开通 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 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 在旷野必有水发出 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这一段也是要 也是在耶稣的身上印象 因为他的神迹 医治病人 是笼子听见 是哑巴开口说话 是瞎子睁眼看见 等等这一切 都应验了是这一段经文 表达耶稣就是那一位米赛亚 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七节那里 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 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 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 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 我要在静光的高处开江河 在谷中开泉源 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 使干地变为永泉 诗篇四十六章 四十六篇第四节那里说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 使神的城关系 这城就是至高者的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特别关于在末日的时候 有圣灵浇灌的那些旧别的经文 最被引用多的 最说的多的就是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那里说 你们必从到那个时候 也就是在末日 以赛亚来的时候 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 欢然取水 在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十五节 等到圣灵从上头浇灌我们 旷野就变为肥田 肥田看如树林 四十四章三节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厚义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也是一个被引用很多的 就是约尔书二章十二十九节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当我们盖揽过旧约当中 这些与著彭杰的意义相关联的经文之后 我们再回头来看约翰福音 七一章三十七到三十九 这三节经文就会比较容易明白 在三十七节那里 耶稣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 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我们看到在这里 耶稣的话是截止在 那个引号是截止在三十八节的后头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三十九节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是作者 也就是使徒约翰 他的一个旁白 他来解释前面的话 这个活水的江河 是指着圣灵说的 而且圣灵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 是在耶稣复活之后 在五旬节的那一天 圣灵才降下来 内住在信耶稣的人心里面 从祝鹏节的意义来看 也从刚才我们看的 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使徒约翰是要再告诉读者 当然也包括今天的我们 耶稣就是祝鹏节 所指向的那一位 耶稣也是上 我们刚才念的那些 旧约经文的应验 是说耶稣实现并完全了 祝鹏节 这个节期所期望的 一切的属灵意义 是使徒约翰是要告诉我们 耶稣是那丰沛的雨水的源头 是将雨水浇灌在贫瘠的土地上 带来丰饶和收获的那一位 耶稣是活水江河的源头 是使江河流入沙漠带来绿洲 他是使山泉流入旷野 带来勃勃生机的那一位 他是生命的主 他也是赐生命的救赎主 在第37节那里 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那么这一日到底是哪一日呢 无论这一日是指祝鹏节第七天当中的 那七天节期当中的最后一日 也就是第七日 还是说节期之后 特别的那个安息日 也就是第八日 其实对经文本身 所要表达的意思没有影响 因为若是在第七日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浇水里 一世最大的那一日 因为在那一日要连续绕祭坛七次 而这一日是使民众对米赛亚要来 并带来丰盛活水的盼望 达到一个浓重的高潮的时候 所以要是在第八天呢 也相同 虽然没有了这个浇水里 但是这一天却是一个特别的安息日 这一天 是以色列全民要安静下来 来纪念昨天以前刚刚经历过的那个庆典 那个欢愉 那个喜庆 并且来享受 因着神的丰厚的恩赐 而有的一个安息 所以这一天 它反而是一个最最喜乐和安详的一天 所以无论是在第七天还是第八天 都是一个极其隆重的一天 因此就在这一天 在水交代祭坛上之后 在众人都盼望着米赛亚带来丰盛的这个活水的时候 耶稣站起来高声喊着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罗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当然这句话在那一个情节下 就会立即使听到的人 联想到 哇这位就是那米赛亚 而且正如接下来的经文 第四十到第四十一节那里所描述的 这就是那位米赛亚 这就是基督吗 然而 基督对自己的宣称 与当时的犹太传统所认为的 那个米赛亚的概念 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犹太人虽然他明白 祝坟节的含义 但仍然他们是认为 米赛亚就如同摩西那样的一位人 摩西不是从 摩西是从带来活水的 但他不是那出水的磐石 因此米赛亚本人也不是 只有神自己才是那磐石 那供应活水的磐石 在犹太人的传统认为 米赛亚就像摩西那样 他是在末世 米赛亚是要一位在末世 为神 为神的百姓来带来活水的 那位神的受高者 但米赛亚本人 不是那活水 更不是那提供活水的源头 米赛亚与亚伯拉罕 摩西大位一样 只是人不是神 虽然他是君王 但他是地上的 以色列国的君王 当然也是神的国 他们管那时候的 以色列国也称作神的国 但是呢 使徒约翰却通过这里的 上下文的叙事和对话 就如同我们前几章所说的一样 再一次的揭示出 耶稣的那个独特性 就是他从天上来 还要回天上去 他是起初就在 并且永在的那一位完全的神 他也是完全的人 好 让我们来 一起来看一下上下文 可以一起跟着我来读 从25节那里开始看 因为是接着我上次的正道的经文 伊路撒冷人中有人说 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 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 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 然而我们知道 这个人从哪里来 只是基督来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 大声说 你们也知道我 也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 但那拆我来的是真的 你们不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因为我是从他来的 他也是拆了我来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 只是没有人下手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 说基督来的时候 他所行的神迹 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犹太人的传统上认为 米赛亚当他在被神显明出来 来拯救以色列之前 他的身世和作为都是隐藏的 是不为人所知的 是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这也就是第27节那里所说的一个背景 只是基督来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当然这个隐藏 也是马太福音24章26节 马可福音13章21节和路加福音17章23节24节 那里耶稣说的那些经文的一个背景 一个历史背景 因为这那三段经文呢 基本上都相同 所以我们只看一处 大家就会明白 举例用马太福音24章26节那里 耶稣说当末日的时候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那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 或说看那基督在内物中 你们也不要信 这个就基于 犹太人的对米赛亚来临的时候的一个认知 一个传统的认知 就是他来的时候 之前是隐藏的 所以没有人知道哪里来 所以就会说他在这里 或者说他在那里 但耶稣说你们都不要信 因为耶稣紧接着在马太福音那里 就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和听众说 当我再来的时候 就像闪电从这边直到天 从天这边直到天那边 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 都能同时看到同时知道 而且在约翰福音这里 耶稣也是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是从天上来 从我父那里来 也是我父拆了我来 那我们再来接着看 约翰福音七章接下来的经文 32-36节 法利赛人听见众人 对耶稣这样纷纷议论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 于是耶稣说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 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 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因为犹太人认为米赛亚只是人 是地上的一个人 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在地上去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除非是去到了他们不愿意去的那些 他们在他们眼中不洁的外邦人那里 然而耶稣却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不是 我是要回到天上去 回到我父那里去 但那里你们不能到 等到下一次我们再看八章的时候 就会看到 在那里耶稣说得更加清楚 是因为说 你们若不信我 你们必死在罪中 所以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我们再接着看三十七节到最后的五十二节 我来念就好 第三十七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府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众人听见这话 有的说 这真是那先知 有的说 这是基督 但也有的说 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经上岂不是说 基督是大魏的后裔 从大魏本乡 伯利恒出来的吗 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 只是无人下手 柴义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 他们对柴义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柴义回答说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 法利赛人说 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官长或是法利赛人 岂有信他的呢 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 是被咒诅的 那中有尼格迪姆 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 对他们说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做的事 难道我们的律法 还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说 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 你且去查考 就知道加利利 有没有出过先知 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犹太人 他们知道 圣经启示出的米赛亚 是大卫的子孙 是出生在伯利亢 而不是出生在加利利的拿萨勒 而他们认为 耶稣是出生在拿萨勒 所以这段经文 再次让我们看到 是约翰福音书中 很有名的 讽刺的一种写作手法 叫做反讽写作技巧 我以前曾经讲过 这里让我们看到 讽刺一 就是说 耶稣其实 确确实实是出生在伯利亢 但从埃及归回后 是到了拿萨勒城 并且在那里长大 讽刺二是说 加利利在历史上 的确出现过好几位先知 比如约拿 纳洪 和乡 另外也有考据说 可能以利亚和以利沙和阿摩斯 都很可能也是出自加利利 所以也有人就开始分析这段经文 他们认为 有少数的早期的古代 抄本当中 在此处的写法 不是说 没有出过任何一个先知 而是说 没有出过那个先知 换句话说 就是那个先知 就是未来的那个先知 不会在加利利兴起 但是绝大部分的抄本的写法 都支持现在我们所读的 就是加利利没有兴起过任何一个先知 但无论如何 这都是讽刺 不是吗 因为在以赛亚书中 有清楚的记载 末日 米赛亚来的时候 确实是在加利利地兴起的 让我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九章一节那里 从前神使西部伦地和拿佛他利地被藐视 末后却使着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很讽刺的说法 表达当时的祭司 法利塞人 犹太领袖们 他们是瞎眼的 他们以为明白圣经 其实他们不知道 约翰福音是用这一整段经文 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耶稣就是那活水的源头 就是那出水的磐石 耶稣远胜于大魏摩西和亚伯拉罕 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了 约翰福音书中那个至高的基督论 就是说耶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 这位至高的基督 是神独一无二的儿子 约翰福音书中 至高的基督和神独一无二的儿子 都是在讲末世的救恩 耶稣基督 但是这两个名词是略微有些差异 我们刚才已经大概看到 这也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那里 当作者论及这卷福音书的写作目的时 特别将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基督和神的儿子这两个名称 以平行的方式分别列出来的 一个内在的海语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们有的时候读经就一读就过 哦对 从他的腹中 但有没有问到 再深问一下 从谁的腹中要流出这活水的江河来 我们现在都知道 古代的文献 它也是包括圣经古代的原文的抄本 都是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一段话 不同的标点符号 以及这符号的位置 都会影响对这文本的读法 因此就影响着对文本本身 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的理解 在历史当中 对这一句话 有两种读法和解释 非常传统的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传统的读法都认为 就如经上所说 要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句话 是包括在耶稣前面 所讲的话当中 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话 那若是这样的话 那自然的解释就是 从他这个他 就不会指耶稣自己 而是指前面所说信的人 就是信耶稣的人 那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这活水的江河 是要从信耶稣的人 腹中流出 但是最近代呢 也有一些新的说法和读法 是认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是与后面的 第三日九节开始的 那个旁白一起 都是旁白而已 耶稣的话是停止在 信我的人这句 就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来喝那些信我的人 换句话说就是 信我的人可以来喝 而后边是作者的旁白 要是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说 活水不是从信的人腹中流出 而是从基督的腹中流出 因此这样的解释呢 在这个历史上 我们叫做基督论的解释 使这种新的基督论的解法的人呢 是他们原因是 他们认为传统的读法 非常容易导致一种误解 就是误认为 这个从信的人腹中流出 这个江河会使人以为 信徒本人就是供应活水的源头了 因为从他的腹中流出来 留给别人嘛 他们就好像那源头一样 而且更进一步的呢 就会更以为误认为 信徒本身是赐给别人圣灵的 那个赐给圣灵的那个源头 所以这个误解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们认为 不应该这么去读 但是呢 基于对约翰福音书中 惯用的 就是他的词汇的用法 和他的写作手法来分析的话呢 特别是 我们原来讲过四章十四节那里 当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 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 所讲的句话时 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只涌到永生 所以按照这个四章十四节的看法 以及他对于 其他的用词的讲法 传统的读法和解释 被普遍的认为 被现在普遍认为 更可能的接近于 约翰在写作时的本意 这也就是目前 当我们看 几乎所有的圣经译本的时候 还仍然基本上都是在采用着 这种传统的读法 把那引号是放在三十九节之前 而不是在三十八节之前 所以 但是呢 从整个来看这两种解释 虽然读法不同 但是这两种解释 在解释这个文本本身 所表达的意义上呢 却十分相似 所以不太影响 这个文本本身的含义 就是说 耶稣才是活水的源头 活水在第四章那里 上次我讲过 是指 耶稣所赐的新的生命 是要在信的人生命中涌出来 信的人 人就像那个井一样 曾经是枯干的 但是 耶稣要赐那个丰盛的生命 在他里面 他的信的人 就要从里面涌出 那丰盛的生命来 但是在这里面指的是圣灵 活水的江河 活水 是形容 那活跃的 流动的 那个样式 江河是用来 形容 那个浩大的水势 那个澎湃的 那个水势 充满活力的 那个生命的大能 所以 活水的江河 也就象征了一切 从圣灵而来的 属天的 那个生命的性情和品格 也就是说 它象征着 包含着 爱 怜悯 恩慈 智慧 公义 和平 等等 你想到圣灵的九个果子 想到耶稣基督的性情 以及 这生命的活水 还包含着 能够让信的人 胜过罪 和自己的 自私 那个欲望 使生命得以圣洁 和得以自由的 那个生命的大能大力 所以 保罗要求我们 要迫切地 求被圣灵充满 也是要求我们 要顺服圣灵 就可以胜过肉体的私欲 这一切的来源 都是基于 这些说法 这个真理 让我们来看 其他的一些经文 我们就能够明白 耶稣是那源头的含义 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 这是以后我们要讲到的 耶稣为他的门族 祷告时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在我们讲过的 第五章21节那里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 使他们活着 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着 在第五章26节 因为父 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再回看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你看这些经文 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 就是新的永恒的生命 是从父和子而来的 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 将这个新生命 成就在我们生命中的 而圣灵本身 也是由父和子 共同赐下 却是要住在我们里面的 因此从这些经文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件事 就是从他父中 当然了 从他父中 这原文是说 希腊文的含义 人内在的生命的中心 是指从一个人的腹中 圣灵在我们里边 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入沙漠 甘泉涌入旷野那样 但是源头却是父和子 但同时这江河 却是在我们里边 永留和扩展 我们内在的生命 原本就像是沙漠 枯干的沙漠 我们所处的世界 我们眨眼望去 更是沙漠一片 在普遍恩典之下 当然了 人心虽然还残留着 从神的形象而来的 爱 良心 怜悯 公义 和平等等 但这一切都已经被 极度的寻求自我尊荣 和自我益处 这个罪性彻底误会了 而这一切 爱良心 怜悯 公义 公平等等 却都内在包含着 一个罪的核心 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这样一个坚硬的 一个硬核 在这一切当中 当我们与人交往 与人交到 我们所处的环境 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 爱心吗 逃不出自私 良心吗 逃不出自我评估 自我益处 怜悯吗 不能够牺牲我自己的益处 不能牺牲我自己的名誉 等等这一切 公义公平更是如此 人性是被罪所捧绑 但这个世界更是被死亡 瘟疫战争所笼罩 所挟制 这也是我们今天 所看见所经历的事 目前乌克兰正在发生战争 瘟疫 新冠病毒这场疫情 在今天仍在肆虐世界上 的人的生命 我们现在爆发也是很多 所以我们只能在网上来聚会 死亡更是随时都有可能突然的发生 上周一 在没有任何迹象情况下 一架中国东方航公司民航 应该是MU5735 发生空难 飞机上132人 到目前仍然生死不明 当然 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 他们是不太有可能生存 在这世上 有人担心明天不知道会如何 也有人惧怕灾难和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到 但也确实有人 只能被停留在了昨天 我们真的是为他们被哀 为这些不知明天如何 不知灾难如何到 或者已经被时间留下了 我们为他们被哀 但是我们是否为他们 是否已经得着救恩 而心中焦虑 因为信基督的人 离开这个世界 就像今天的小药里万达所说 离开这个世界 死亡 其实对于信主的人来说 是回到了 是进入到了永恒当中 是出死入生 当我们面对那些 我们实在爱不起来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在环境中 我们无论如何去讨他们的好 或者去关怀他们 但总是热脸碰到冷的 最后让我们的心实在爱不起来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内心 才是沙漠一片 荒芜的没有一点绿意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的感触 而且当我们面对某些艰难的处境的时候 我们也才会发现 我们是被我们内心的 那莫名的焦虑和恐惧所挟制 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胜过 不知道如何往下一步走 这也是我上次讲到 我们如何做决定的时候 大约提过的 那今天的经文 去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你 在你和我的心中 有一道活水的江河在涌流 我们全人 整个的人都可以浸润在这个江河的里面 使我们的心得着滋润 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滋润 使我们心中的那个沙漠 渐渐的成为绿洲 沙漠会因为一点点的气候变化 就会变得狂风大作 飞沙走势 这不正是我们有的时候的脾气 品格性格的写照 而绿洲却是另外一种样式 一种祥和 安静 宁静的样式 它能滋养各样生命 它能包容各样的生命 它是厚德载物 这活水的江河是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 因为这是经文告诉我 是圣经中真理的道 这江河也是指那有份于基督性情的生命的大能 是圣灵带给我们的 也是那生命本身是耶稣赐给我们的 而这生命充满着基督的性情 和他的品格 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 都降服在主的话语里的时候 就是我们顺服圣灵并活在主的话语里的时候 这是我以前讲过的 在今天这个时候 也就是我们全人都浸润在这活水江河里的时候 这也是我上两次讲的全人归从基督的时候 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的全人要浸润在这活水的江河里 这活水的江河 它充满着那种属天生命的大能 它能够更新并且养育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道江河里面 它充满着一种属天的爱和智慧 它也带给我们属天的爱和智慧 它可以使我们内在的生命 由沙漠的荒芜 渐渐地变成绿洲的那种绿意盎然 这样的生命难道我们不可求吗 这样的江河此时此刻 就在我们生命中流淌着 涌流着 当你和我的爱心被这世界上的那种贪婪 稀释殆尽的时候 当我们被人逼迫也好 或者压榨也好 或者等等 这活水的江河可以供应我们 那从基督的十字架上而来的那一种爱 使我们能够继续地去爱那些 我们实在爱不起来的 不可爱的那些人 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 我们遭遇的艰难处境的时候 这活水的江河能够赐给我们 使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因为它是真理的道 它是真理的神的道的真理的道的江河 它是神话语的江河 所以它能够使我们按照和神的心意的那种方式 去做抉择去行事为人 我们自己就是如同那承载江河的那个河道 我们就如同器皿那样 神是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那里 这里没有打印 没关系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 就是说保罗所说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这宝贝虽然在哥林多后书指的是福音 指的是福音的光 也指的是基督生命的光 也是指的是圣灵 所以我在这里引用是合理的 在第八章保罗接着说 因为有着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 要显明的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所以我们就四面受敌 却不会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批破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这就是那涌流在我们生命中 那活水的江河所带给我们的 那种滋润 那种养育 那种生命的大能大力 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患难中 使我们在四面受敌中 却不被困住 却不失望 却不致死亡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让我们的生命 浸润在这样的一个江河里 使我们生命显出的旺盛生命的力量 使我们生命可以影响他人的生命 所以主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主就是那活水江河的源头 这活水的江河是指圣灵 我们是这活水江河的承载者和见证者 我们的形式为人和传讲福音 都是要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不是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 使我们自己得荣耀 所以主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是到基督那里去喝 这样我们在人面前 就不会再有恐惧 再有惧怕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我们从心而发的那种真诚的心 能够与人平等相处 这也就是在圣灵里 那自由的生命的样式 我记得我们在北京的教会 有一个姐妹 她曾经在导工的过程中 出现过一个很让她压抑 甚至郁闷的一个经历 就是在当时 她的公司的老板 其实是有能力 有利润可以多聘员工 但是这个老板 却是因为极度的追求 利润的最大化 她既不愿意多聘员工 也不愿意更新设备 但反而是将不断扩展的业务 是加在仅有的员工的身上 这个与我们现在 我们的那个姐妹 她的见证是不一样的 她所经历的 她的不断加大的工作的压力 是因为确实没有人 确实招不到人 也确实因为现在的疫情 而使员工的人手逐渐的下降 所以真正还在的人 就只能扛下这一份重担 是跟我们这位姐妹 是不太一样的 这位姐妹刚好相反 是公司有能力 她们却不做 是为了减小 最大限度的减小开支 最大限度的拿到利润 而且呢 她不单 老板不单这么做 老板还用了一个 很诡诈的心理的因素 心理影响的因素 他是不断的指责 员工的工作能力和指标 说是因为他们工作的能力 不够好 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加班 是员工从内心产生一种 对自己的愧疚感 也对老板对公司 有一种愧疚感 所以就认为理所当然的 不应该拿到任何加班费 但也有些明白的员工 气氛不过而辞职了 但这位姐妹就真的认为 她自己的能力是很低很低的 她根本不可能除了这份工作 老板能够恩待她 还让她留在这里 虽然工作量不断的加大 不断的骂她 但至少没有辞掉她 没有让她离开公司 所以她觉得她不可能找到其他的工作 所以她也不敢辞职 她一直忍受着 一直忍受着这份工作 不断加大的那个工作量和压力 同时她的压力不断增大的时候 她出错也就真的越来越多 就让她真的觉得自己能力 真的越来越差 这样长年的恶性循环 使她的身体跟精神都开始崩溃了 在这个时候 她才突然间明白状态不太对 她开始向教会寻求帮助 然后我和我的妻子林涛 我们一同在每一周一次到两次 与她一读研读圣经来辅导她 来让她通过认识神的话语 在话语中认识神的性情 和神对她的心意 来帮助她恢复对神的信心 以及对自我的认识 来帮助她认识神 并且能够明白在环境中 如何寻求神的心意 如何与神同行 如何与神同工 当然在这个当中 她也开始慢慢的成熟成长 她开始对周围类似的工作 那个环境以及质量 那种状况 开始做咨询 做调研 并且开始认真地 对她自己的工作能力 做尽可能的一个客观的评估 结果她惊喜地发现 她自己的工作能力 其实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终于有一天她预备好自己 她是在信心当中 在很长一段的时间 好像有几天的进食祷告之后 并且在祷告当中 她可以去面对老板 可以平心静气地 真诚地去老板对话 她没有了那种自卑感 没有那种 好像欠别人的那种感觉 她可以平心静气 真诚地面对自己 面对老板 去与人交谈 去与老板沟通 当然 结果 就是老板 仍旧心硬 仍旧不认为她有问题 但是 神却给这位姐妹 开了一条新路 赐给她了一份新的工作 一个更好的 更优越的工作 我们在这边的姐妹 当然 她也经历到了 同样的心理状态 但是她 也是在神的恩典当中 她学会了 如何平等地 带着怜悯 带着能够理解 公司 理解老板的这样的心 也是在祷告中 求神与她同在 去面对老板 跟老板沟通 但她的结局 就是另外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结局 就是老板 真的能够体会她 她的病 她的胳膊的疼痛 然后 真的能够允许她 在家 待心休假 能够 让她先恢复 自己的身体 所以 丁姐妹们 当我们越认识神 当我们越能够 体会到我们心里边 那一个生命的 永活的 活水的江河 我们将自己的生命 将我们的心思意念 将我们的情绪情感 全都浸润在 这个 活水的江河里 被她滋养 认识她 得着她生命的大能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 就会被那一种枯干的 那种状态 变成充满生命力的那种绿洲 那种绿意盎然的那一种光景 并且这样的一个平安满足 这种生命的大能大力 会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可以使我们心平静气 在爱心当中 在信心当中 与人相处 这也就是在圣灵里的那种自由的 那种自由的生命的样式 所以 不管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姐妹 还是我在北京的那位姐妹 她们都是同样在神的话语中 从拾起她们的信心 在圣灵的能力中 得着生命的更新 以及生命的养育 然后可以使她们的生命 不再继续的枯萎凋谢下去 而是重新拥有 绿意盎然的生命 而且使她们的生命 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 得着释放 得着自由 从而胜过 她们原来的内心 对人的恐惧 对环境的惧怕 在爱心和信心当中 她们可以与人平等的 真诚的相处 所以她们是在苦难中 经历到神和认识神 她们明白 她们内心中 涌流着一种生命的大能 一种活水的江河 我们在北京那位姐妹 她在这之后 因着她认识神 因着她经历到神 在苦难当中 胜过了这个环境 所以她也开始 有了一种负担 就在对经历同样的苦难 或在处境当中的 弟兄姐妹有一种负担 可以去带领她们认识神 所以她也开始在小组当中 承担起带领茶经 和分享神话语的那个服势 而且一直做到现在非常好 她可以在这当中 帮助弟兄姐妹们 渡过他们的难关 她也就成了神恩典的管道 因此耶稣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河水的江河来 什么是智慧 雅各书三章十七节 那里说得很清楚 智慧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凉柔顺 满有怜悯 多洁善骨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而这恰恰是 我们心中 那活水的江河 带给我们的 从天而降 躺留在我们生命中的 这道活水的江河 正是从上头来的 智慧之河 真理之河 也是那一柱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大能大力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猜得天父 阿爸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宝贵师 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我们真心地感谢你 我们真心地跪拜在你的面前 匍匐在你的面前说 我们爱你 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那生命的活 因为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成为那活水的江河 滋润我们的生命 将那干枯的沙漠变成绿洲 将我们成为那恩典的管道 去服侍我们周边的人 成为那爱的管道 将你施架上的爱带给我们周边的人 主啊 帮助我们 我们时常软弱 我们时常没有力量 但是当我们将我们自己浸润在你这活水的江河里的时候 主 你的同在在我们身上 你花语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 主啊 愿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 跨越他们生命中的艰难 胜过他们环境中的一切的苦难 带我们过那得胜的生活 主 谢谢你 愿一切的荣耀跟赞美和权力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我们的祷告是靠住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观看